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地盤的意外新聞 昨天就流傳了一條影片 就是有一個地盤工人 可能因為右腳被承索 被釣高的機器釣上了差不多十米半空 過程又非常驚險 到底他有沒有事呢 我們馬上看一看影片 在影片所見 你見到這個工人已經吊起了 你這樣看都起碼有四五層樓之高 下面有些工人也在看點8 上面的吊機就慢慢垂落 這個工人其實就是手抓住一條繩 因為他的腳是纏著 因為他一放手可能會掉下去 上面只有一條東西很危險 他一板一不小心塌下來是PK 慢慢開始降降到大約 嘩 嘩 吐血了 內傷了 我這樣看都是三層樓這麼高 他又打質地落地 我自己看都 都幾傷 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他不是頭部落地 因為前天才有一宗新聞 說有一個人事金質包跌了 到坑渠蓋 他那裏兩米高 但因為頭落地都死了 加上去浸污水 但頭落地的傷是會高很多 但他這樣打質地 他都應該耐傷了 有些少少 很多網民看完 還有一些地盤專業人士 就表示 到底那個訊號員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一個人被綁起了 升到這麼高 都還沒發覺 這個訊號員 只能夠說 這個很危險 地盤工人 工程這些 因為地盤的環境比較雜亂 加上有這樣的繩子 他真的繞住 這些我以為是看電影才會發生 但現實中 都是會發生 過程非常驚險 你見本身已經升到上城 差不多十米高 幸好周圍的人大喊 叫他有人 然後那個調避完 那個操作完 才知道原來是勾起了的人 才慢慢把那個調高機 慢慢降落 但不料 降到他大約是兩三層樓高的時候 這個召起了工人 終於就不夠力了 最後就由高處墮下 看到影片最後 他還會有反應 還會站起來 但內傷的事情 千萬不要喝水 天陽有情 因為內傷的事情 不會即時顯露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才會 總之希望這個工人都沒事 因為這些是基層人員 找兩餐而已 很慘 就是這樣 總之現在有地盤 在地盤工作的朋友 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非常危險 我們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